詞曲 李宗盛 佳珞 曲 李宗盛 好 還有各位親愛的超馬家人 大家下午好 好 剛才唱的天地恩情裡面的歌詞 讲到千年约定 今生情你我要珍惜 有没有唱到觉得心里对天地 有一份感恩的情 感恩的情就是这样子 疏疏发出来了 感动然后那种 与天地一个相应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边其实跟老师这么久 我就觉得像之前的一个印记 大家还记得吗 某顶兽记的印记 这边的心记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 当你跟随着老师跟老师相应的时候 那个印记在你心里 然后在你的心里慢慢的 你会觉得好像有今生的使命 今生的意义今生的价值 就从你跟老师印记的开始 所以在这个今天的一个 新竹圆满基因会的开始 我们今天也来了蛮多辛苦的朋友 然后也很感恩大家这么支持 我们新竹圆满人生基因会 我们因为有你 我们更加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共振这样子爱的能量 然后让我们觉得在唱这两首歌的当中 其实天地的法流 它就暖暖的下来了 真的有时候真的觉得好像当你有时候在红绳当中 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烦恼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会忘记 与天地 与老师的这一份浓浓的感情 那借着这个歌曲 我们真的可以再好好的把这个与老师的这种 这种难得的因缘 我们再拾起来 然后好好的把握我们今天 一起来分享共振这样子的一个读书会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可以踊跃的来分享来发言 然后来因为你的一句话 然后让别人也因为你的一句话 而有不同的感动 这就是我们来参加基因会 为什么我们要广邀这么多有缘的人来参加 就是因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能够有受益 然后他能够精神 能够跟着天地跟着导师 能够发光发热 在这个当这个我们进行我们的一个导读之前 我们先亲朋友请举个手 还有这位先生还有 好那我们可以请亲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简单的自我介绍你 你的大名 你怎样的姻缘来到这里 大家好 大家好 感恩有这个地方可以给我来 因为我之前是在18街3拿到这一本 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结缘这本书 然后因为 那个梅华老师他就是有给我那个票 然后有去听那个演唱会 我觉得很好听 而且很感动 然后我就想说 刚好今天就是想说有空过来想说听听看这个读书会 想要更深刻的了解 然后自己可以在研读这本书 所以来参加这个读书会 然后希望也可以听听大家的分享 然后更深刻了解 然后自己也可以更进步 然后谢谢大家 好欢迎你们 好那请旁边 没关系就是我介绍不要害羞 我们名字 谁介绍你来的 大家好 我是林佳如介绍来的 因为我都在家里什么都不懂 就不晓得 老了什么事 因为我常跌倒 跌倒什么都不敢去 然后就介绍我来 我就说好 跟他走一走 看看 去一些东西知识里 感恩大家 我不会想过 好欢迎你 他也是上次我参加我们22号的活动 他也是有 对6月也有参加 真的他都是跟着 紧紧的跟着 好都介绍了 好 所以今天 这位大哥也介绍过了 好 好那我们开始进入我们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的导读 然后我们请艾慈然 我们今天帮我们介绍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还有导诗的简介 好 导诗在座的各位家人 下午好 好 这本书呢 作者太阳圣德导诗 他自幼就学习宗教的真理 从14岁开始接触了 佛、道、教 然后耶、密、教等等的各种宗教 从2005年遇到了我们的恩师福安德区 开启了他的灵性 有了很大的一个突破 所以当天地给他一个灵感 所以他将爱与感恩赠重要的两个密码 写入了我们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文士 希望在座的各位 可以施起我们宇宙的能量 改变生命的力图 承载光的祝福 开启生命的奇迹 然后待会我们时间够的话 我们会读另外一本幸福跟着来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这本书在讲到说 接受天地的祝福 会因你自身的智慧以及逻辑的提升 刹那间很多红尘中的一些问题跟难事 都能全盘解决 捕捉幸福不再是梦想 只要你愿意幸福立马跟着来 然后最后我以导师的旭 跟大家去做个勉励 旭在提到说天地的真理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对错参半 如果你每天都需要阳光 那么你就需要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自具为你带来的正能量 过去的种种就让他过去 把握住这难得的机缘 只要你愿意把心门打开 必定获益获益无穷 然后最后老师说 一切的努力与付出 对你如果有些许的帮助 只因为爱愿你珍惜 太阳盛德导师 谢谢 好 海恩爱慈 其实大家对这本书 新朋友应该觉得很陌生 但是你可以看哦 这本书 它就封面你们有一把钥匙 好 这把钥匙 很重要的钥匙 不要弄丢了 好 生命的钥匙很重要 这本钥匙以前我妈妈问我说 这个密码到底是什么 我说你猜什么密码 这个钥匙它附有很大的两大密码 就是什么 爱跟感恩 所以爱跟感恩这本两把钥匙 真的随时放在身上 放在心里 随处可看到的地方 不要弄丢了 都是要好好的把它 常常我们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 不是说我就带着 放在口袋就好 要常常拿来用它 没有这个钥匙 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出门 所以有时候这个钥匙很特别 那你看我们今天老师在我们后面的海报 我都觉得今天又穿太多了 不应该穿里面这一卷 真的很热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一起念一下我们这太阳寺 太阳寺的老师的心愿好吗 好 好 教导解惑 寻寻善用 人人得到天地的祝福 敬而成大气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太阳圣得导师 好 这个念完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更热 好 大家想不想得到幸福 想 那大家想不想一直幸福 然后有天地的祝福 想不想 想 想 真的很想 我们就是来这边共振 天下的会掉下来礼物给我们 这个祝福 其实我们只要有心 真的天地它都会 帮我们去波转我们人世间 所遇到的任何的吉凶厚福 只要你愿意 你愿意伸出所 跟他说yes I do 一定要自己有很积极的一个魄力跟决心 老师说要立志 像这次老师前几天回了美国 心里就觉得哇老师又回去了 可是我又告诉自己跟老师讲 可是老师很快就回来了 时间很快喔 再半年六月我们就可以跟老师见面了 所以从现在此刻当下 老师虽然回去了 但是我们 我们的努力可以送谢吗 可以吗 不行 人家想说我都还没有读 就要叫我努力了 什么什么 先把自己的能量先提升 我们进来基因会 老师跟我们讲的能量提升很重要 虽然我们不能说去怎么样去帮助很多人 但是我们来基因会 至少让自己的能量先提升 让自己有好的正知正见 当你变得不一样的时候 就像老师讲的十二项功课 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今天有没有变美了 今天有没有气质 今天不能太过于 那个泼妇骂街 我们一切都是超马的风范 老师讲的 不能说走路没有气质 讲话没有那个就是要有一个风范 因为这就代表超马 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 我们出去都会 因为自己是超马人 我们特别要检点一点自己的行为 那都是为什么 因为你给人家感觉出来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气质散发 你竟然就会吸引很多 人家会觉得 哇你今天怎么不一样了 有没有 然后特别会想说 了解你为什么改变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身作者很重要 我们不要说一定要帮助说很多很多的人 要立志多少多少 没有办法每个人可以像彩琳这么立志 要度众生 像老师一定要度多少人 没关系 我们先把自己做好 先把自己先提升以后 有因缘你就每天有空 像没有上班的人有空就去市场发个几本书 跟人家聊聊天 说说话 介绍老师的音乐啊什么的 那都是一个分享 那都是一个 只要你踏出那一小步 那都是个分享 你不要觉得你做不到 因为那都是设定的问题 老师在我们的主持人的一个宴会也讲过 其实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在超马 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 因为就是好 才会越来越多人嘛 对不对 然后大家想要提升的那一份心 还有就是说现在老师有讲 为什么这么多的金光点 那现在虽然我也看不到 但是有时候他影片会有很多金光点 然后会有很多照片是彩虹 然后你跟太阳共同的相应 老师说这些都是在在显示 让我们世人要怎么样子做 就是天时紧急 因为天时紧急了 所以他视线给你看 你就要赶快去做 那人呢就是很奇怪 视线给你看 你还觉得那也没什么 也觉得不关我的事 有没有 很多这样子的心态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 今天我还在十八千山跟一个大哥在聊 他也是学佛很多年的 他说佛教跟你们讲的都一样 但是这些 这现在世代都变了 对错都混乱了 那怎么样 我们超级生命马就是要挽回人心 明辨是非 因为对的还是对的 真理还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说 因为大家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很多为了一些红尘的一些世俗 所以都埋没了他原来本次善良的一个心 都被一些就是表现什么 都让人家觉得只是伪装 让人家觉得不是很真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人 老师每次说这样的人是怎么两个字 所以我都觉得说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做我们真的好好做 我们真心的去跟人家感觉善缘的时候 人家感受到我们真心 其实你会觉得那顿喜悦 是真的由然而生的 所以说你看佳儒他都很开心 他今天很可爱 他发出他都不会缺席 他都会说子涵我跟你说 我今天有事情不能来 但是下午我一定会来 你看他又带一个朋友来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 我们真的来基因会就是要带朋友来 为什么 因为来共证他 因为今天人的一句话 他改变的那是不是很值得 所以以后不要两手空空来 要带一个香蕉来 要带人来好吗 要带人来拜托拜托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要广结善缘 不然我们怎么度人 我们自己提升以外 我们也要度人 就是加加简简简 我们就是好好的好事大家一起来 因为这样爱才能够串联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这样的热情 老师一直讲 老师回美国一直讲 你们要调动热情 不要都那么冰冰冷冷的 那我们今天我们主持人 我们要以身作则 我们要先把这个热情调动起来 希望大家真的今天都要有收获 每个人希望都能够发言 哪怕一句话都好 希望今生你对你今天的期许 一句话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等一下会后 而且讲一句话 你在今天上课 你有怎样的一个想说的一句话就好 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够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开场之前 我希望大家 因为你知道我们主持人的身份 其实压力蛮大的 但是呢 我们这压力是我们的助力 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啊你们的笑容呢 也是我们能够好好主持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互动很重要 好不好 因为今天我们大家希望能够 在新人一年的开始 我们在新的场地 你看这么棒的场地 每个人进来就说 哇你们的场地怎么那么好 是不是 感恩这个场地啊 对不对 从以前那个很小的咖啡店 慢慢慢慢慢慢升级到现在 哇你看全新的 桌子都新的 这个设备都是新的 都是也是天地为我们准备的 天地为我们准备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场所 那我们是要好好的度人 好好的接引来 这超级生命力嘛 因为真的 我们好东西真的要有好朋友分享 不要自己暗藏起来 自己享用 我们要翘把赵容节啊 很多很多都是把它广推出去 我们六月需要度更多的人 来回馈我们老师回馈天地 这样对我们的爱 这样子的一个梦想舞台 打给我们 我们真的很轻松耶 老师都要飞来飞去 我们都不用飞来飞去 我们只要坐在这边 然后大家分享聊天 建影人 然后发发书 我们真的比老师轻松很多耶 老师真的很辛苦 所以在这个超级生命力 起码在导读之前 我希望大家呢 等一下好好想一想 等一下我们导读 很多以后的别人分享的一句话 最后我们总结 每个人都要说一句话 来对于今天 读书会有这样子一个期许 或者有这样的收获 一句话就好 好那我们先进入 第十一章第八段 第八段的话 我是一百五十一页 说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 我这是第二版 那第三版 一四九 好 好有没有 亲爱的家人 有没有翻拍一四九跟一五一 也有一四七了 也有一四七了 好 是 好我们请今念两段 各位超马的家人 大家下午好 好 说了这么多 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 每天三餐的食物 对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绝对不只是把肚子填饱那么简单 一天营养不均衡或许没有什么大碍 但如果天天营养不足 几年之后一定会 在我们原本正常的身体的成长中 怀下相当大的败笔 而且在宇宙之间 我们的运气 好坏 与血液运行的通畅度 有着隐约的正比关系 所以我们要开运的最基本决策点 就是看每个人每日所摄取的食物 是否可以促使体内的血液畅行无阻 而且血液的品质也能达到一定的水准之上 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什么食物 可以让你的身体制造充足的血液 什么食物吃下去 会影响你身体原先的正常功能 或者什么食物会破坏原本良好的体质 相关的知识道理 现在都可以从书籍或电脑网络中寻货 自身需要常做准备功课 在食物开运上 营养学是我们人世间可以研究到的 所以在最基本的方针上 第一步是将营养学熟读仔细 基本的基础的营养学 能够指出通往健康的大概方向 帮助自己了解三餐食物中所含的营养价值是什么 掌握在基本健康上成功的筹码 再来我在这儿要教大家一些方法 帮助你增加食物的能量 以及如何洗涤食物中肉眼看不到的病菌污染和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 比如说当你要吃一颗苹果 你会先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但外表看起来已经洁净的苹果 不代表真的已经彻底干净且零污染了 这颗苹果很可能还含有我们用水清洗不掉的化学和农药残留 所以首先我们人力可以做到的预防 我们都必须做到以外 我们还得调动宇宙能量 来洗涤一般清洁即无法清除的物质 好精英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完全没有准备 现在请深呼吸 我们很自然就是我们不用有压力 虽然有直播但是不要有压力 好我们可以分享你对食物的选择 然后对你在食物里面有怎样的一个禁忌 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分享 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吃东西真的要注重均衡 就是每天五蔬果 然后尽量什么颜色都要各种都要尝试 然后不要吃多 就是我个人一点点小小的心得 非常感恩天地感恩宇宙 太棒了 这一点分享 以后他就会漏漏灯 越来越多 这就是第一个起步开始 真的要给大家掌声鼓励 好选对食物是不是很重要 是 是不是对 那你知道自己的体质是热的 是寒的 是什么样的体质的举手 所以我就不敢吃太热的东西 可是身体其实它都会调节 很多食物 对 香蕉、萝卜 还有什么 白菜 白菜 你看这个专门在做素食 都知道 有没有 丝瓜 丝瓜 瓜类 对 其实很多水果它都是寒的 对 所以我知道 比较温和的就吃苹果跟芭蕾 那其他几乎都是寒的 尤其柠檬 柠檬是寒的 其实老师都叫我们不要吃太多寒的 寒的东西 因为体质 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气血因为气候 有时候会奶根筋不对 或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寒的 因为又喝冰的啊 因为有时候又爱喝冰的 其实就不能喝冰的又爱喝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选食物啊 是因为我们纵容自己的口语 一直想要吃好吃的东西 所以说日积月累就把很多毒素就往自己的身上 那芭蕾坐前面来 这边 来这边 没关系 它需要满满的能量 还有满满我们的爱 好吗 今天它能够播放来 我都很开心 因为最近很忙很忙 要照顾爸爸 爸爸 对 所以它能来我很开心 所以要叫它坐前面 吸收天地的能量 这个法瘤 只要多一点给它 好吧 所以我觉得说 因为吃对食物很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体质 然后不要就是说明明就不能吃冰的 然后一直吃冰的 明明自己身上很寒 然后一直吃寒的东西 因为爱吃 没有节制 那就是你没有选择 然后地址柜也讲 人生要做对抉择 很重要 对不对 你做错抉择 你一身 那个人生就黑白的 有没有 做对的话 人生就是彩色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食物 我会觉得 昨天我看这本书 我就想说 这食物到底有什么好讲 我想说 跟天地讲 给我一些灵感吧 看要讲什么 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共振 然后大家能够比较积极的去 跟我们互动 所以说食物这个东西 其实它虽然是小小的 但是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不可否认 大家进入超级生命一版 健康是不是第一首要 是 没有健康的身体 什么都是白糖 什么都不用糖 是不是 那你看我们很感恩今天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健康的身体 我们可以去发书 我们今天还可以来这边看书 还看得到字 很感恩 因为有时候人家会觉得 你的字这么小 怎么看啊 那我们会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会做改进 希望以后那个字可以大一点 但是有时候就是基于说 因为我们常常 这个字小 也不是因为人 人也会退化啊 所以我们要选择对眼睛好的 所以食物选择眼睛好的 有哪些大家知道吗 红萝卜 红萝卜 对 还有勒 有枸杞 哇这个真的很专业 是不是 那枸杞茶可以糖泡来喝 因为我也发现最近 眼睛有点呜呜呜呜 花花 然后又觉得说 是不是用眼过度啊 但是有时候是自己也 有时候也没有注意 有时候也爱在床上滑手机 其实这样也不对 所以自己也没有去注意到说 不能说 那么近的滑手机 所以有时候要闭目养生 然后看一些绿色的植物 是不是很重要 吃对食物也要看绿色植物 来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均衡 所以说刚才讲的枸杞 还有什么 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是真的 可是红萝卜 其实人家讲的要先用油烘 炒一下 它才会有一些释放的一个 菲塔胡萝卜的释放出来 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样子一个 基本的营养学 所以知道各位知道 但是我们要 有时候我们要去实验看看 要去做一下看看对身体有什么帮助 最后这边讲到调动宇宙能量 以前我会觉得吃东西就吃东西 怎么调宇宙能量 张蓉姐很有经验 我们等一下请她分享 现在趁她分享 她怎么调动 她在煮的这个当中 她在帮人家服务 入口罐入爱 对对对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 这怎么啊 等一下也要请哲伟分享 她怎么样子 调动爱的能量 在这食物当中 老师好 各位超级生命密码的家人 大家午安 午安 对于这个食物 我当然是说来都很熟悉 那我上星期也有讲了 真的就是 我看过这个书以后 我觉得说 你觉得说老师讲的好像 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 可是每一件的那种 关心我们血缘 我们大家的健康的角度 老师每一个地方都说到 所以我看完那个健康密码 一些我就觉得说 哇老师怎么那么厉害 不只十项潜能 他还是万能的 然后他就会提及到说 这个食物你吃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是寒性的 那你就要多加一点老姜 去下去爆 然后才去炒这些菜 或者是把那个姜油爆起来以后 你烫了青菜以后 你可以用这个姜油来爆 那个拌这个青菜 那这样或者是甚至于说 你觉得你自己很寒 那你用那个麻油爆老姜以后 你给他集合那个新装起来 所以不用说每一餐都在忙这个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有偶尔你烫个青菜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 其实不要量很多 你也可以把它拌在饭里面 那我们家就是常常都 因为我们是一个服务业 所以我们有做五穀饭 五穀杂粮饭 那大家也吃得很开心 那就是主要是用糙米、燕麦 这些那个比较健康的五穀来吃 那至于说能量方面的话 现在我看过老师的书以后 我就除了注意农药这个问题 把它洗干净 然后就是说观想太阳加注那个里面 让他那个太阳的能量注入更正的能量 让大家吃的时候 大家都静天康康欢喜这样子 那就是我觉得说 我看了老师的书以后很开心就是说 他不但讲到食物方面的事情 他还提到说 就是说冰的东西可不要吃 你就千万不要去碰它 你不要让自己养成那个习惯 放纵自己以后 那身体亏损的就是自己了 所以说能多喝一点温水 那你就多喝温水 可以不要吃冰 千万不要去碰它 那身体其实最后都会告诉我们 你的那个能量到底 有没有让自己的那个能量让它漏掉呢 那你就是要你自己在日常生活的时候 吃东西真的是要 实时关照自己的健康 这样子 谢谢大家 然后所以很多重点都在于小小的细节 我们都没有去注意 所以刚才那个赵隆的提醒 因为很多细节的部分 我们都要好好注意 我们就是有时候没有去注意到 而让慢慢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呢 等一下我们也会也会来介绍说 用怎样子的一个方法 让食物有能量 让食物有一个可以消除它里面洗滴它的杂质 等一下会有方法 那其实大家在读的当中 也可以去实验看看 回家做做实验 这个方法用下去 是不是东西比较好吃 有人做实验嘛 有东西比较好吃啊 或者是好像吃起来觉得不一样 可以做做一下实验 好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请子云 登登登登 来念两段吧 接着就用我现在教你们的方法 做第二种把关 用光的力量去分解你食物中的残害 当你洗好一颗苹果准备要食用前 先在心中观想天上的太阳 射出一道光芒 射到这颗苹果上 太阳光的强力 光速以及振动频率 贯穿了这颗苹果的内外 如果苹果本身存有化肥 农药无法经过清水的洗涤 而残留在果肉内 透过你观想中太阳光的能量和频率 在苹果的内外 轻轻地晃了一下 这颗苹果所残留的各种有害物质 就因太阳光分解去除 并消失在空中 当随着你的努力练习和太阳之间 日渐产生一种默契 日后准备享用某种食物时 都用上述所讲的方法 就会发现在人世间看似滑稽的一个加持法 事实上在宇宙不同的次元里 已经运作并且产生了某种效能 只是在人类现今的科学程度上 无法察觉其中的原理 而你的熟练度与否 关系着苹果里残留物质的多寡 经常用上这个好方法 勤于练习除了自己第一道把关去衰选 营养健康和新鲜清洁的食物外 再用上这个方法补墙 你所使用的东西都会因为太阳光的眷顾 让你避免吃尽很多危害身体的物质 接下来教你另一个方法 就是如何在食物当中增加能量 刚刚我们讲到观想太阳光 贯穿苹果 然后藉由太阳光的能量 即振动频率分解排除苹果中的有害物质 让你安安心心享用一颗纯净的苹果 接着继续观想太阳光从天空射到 你要使用的食物上面 太阳光的光源从散光 变成一束如雷射般的浓缩光点 这光点会先停留在食物中的中心点上 接着再观想天空中的太阳 继续透过光源供给和补充 源源不断的能量 原本在食物中央的那一颗光点 开始慢慢的复制 直到你整份食物都充满着 无限的太阳光点 而每颗太阳光点所聚集的能量 是无限大的 好感恩芷芸 有没有芷芸要分享 不一定要食物 我想听耶 快啦 好吗 好喔 好喔 随便都可以 不一定要食物 快一点快 好想听喔 不管 没关系啊 最近比较不好的一个情绪都可以讲 我们可以帮你 那个 就是负面我们才要来这边共振 是不是 是不是 来 给自己一个 来给她愿爱的掌声 所以她真的很棒 只是因为最近她要照顾爸爸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超忙 家人大家好 好 好 感恩子涵 邀约 我其实我刚刚比较慢 其实本来是吃很慢的 我今天就 一口 一口稀饭 我就念着说 感恩爸爸 感恩宇宙 感恩天地 感恩老师 趕快让我这碗 趕快喂完 其实每次 喂完一碗稀饭 大概就快要两个小时 其实这段真的那个心情是很难 哭吧 哭吧 不哭 不哭怎么疗愈 他真的很勇敢 因为他自己也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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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不要上来 没关系你就要上来 因为我希望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让大家知道 其实每个人在生活的时候 都会遇到生老必死 但如何能够在这一个困境当中 然后你能够坚持你的信念 你要有太阳神的导师 然后有太阳 然后有感恩之心 因为我们常常 因为这样子照顾了 我们忘了感恩 我们忘了感恩 你看他今天这样子动作感恩了以后 哇 他竟然能够来参加 所以有时候是因为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情绪 让我们阻碍我们前进的道路 所以我觉得子余这样很棒 因为我希望透过这样子 我们有满满的爱给你 我们希望你能够 因为我们有满满的爱 你能够越来越棒 然后去面对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我那天才跟子安讲说 我现在连听到老师的歌 其实我就我不想听 真的我整天虽然有在放 可是我听到老师的歌 我就负面思想就起来了 我根本都不想听 而且心中觉得很烦很烦 因为我觉得我快喘不过气来 因为照顾老人家 不像那个小baby可以 就是说可以随时可以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 情绪是没有办法去示范 因为可能压抑太久了 像我每次听老师的歌 我每天都哭 人家说因为神经病 有这么好哭吗 我说老师我那歌真的太好哭了 所以我觉得哭真的很好 因为有一个出口 你没有出口 你压抑在身体 前几天大家跟我聊天 我都发现他的能量好低 好低好低 因为我们活动那么忙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我就说你有空就来我们基因会 然后有时候会有别的一个出入 然后让你有个发泄的管道 很重要啊 因为我有发现他整个能量啊 低了以后 情绪上整个忧郁啊什么都 53的SYZ的都来了 所以我觉得说透过共振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给你满满的能量 然后给你满满的信心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给你很多的爱 然后可以给你很多的一个方向 那怎么样照顾老人 不能很多人在座也有很多的经验 像彩琳她也有很多的经验 我们可以多多可以关怀她 然后我们其实在操板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互动 而不是说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了 那我们还是跪跪跪的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多 可能有时候一个关怀 一个关心 然后让她觉得 其实我们真的超满的爱 真的一直都在 好不好 其实前一阵子的时候 我本来想说 因为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连心法 我都不想做了 因为其实我连睡觉的时间 我休息的时间 我完全都没有 她在休息的时候 我就是忙着我自己其他工作 家事这些 还要煮三餐这些 其实没有多余的时间 我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所以我连心法 我完全就不想做 也没有时间做 就这样子 能量就一直 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我觉得后来 到后来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忧郁症 我看到什么 我就觉得不顺眼 就甚至像我爸 他吃东西 他完全不吃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脾气上来 我有时候甚至 我真的会 我会打他嘴巴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只有那么残忍 对一个老人家这样 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他完全不吃 他就嘴巴寒着 那我一晚端了快两个小时 就这样 厨房客厅 重复加热 冷了又加热 冷了又加热 我只能有时候 发泄在他身上 可是发泄也没有用 他根本都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去找一个出路 有时候我就是把气 会发泄在他的身上 可是我也觉得说 这样是不对的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怎么那么不像 连照顾一个老人 那种情绪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 应该是要去调试 可是就是 转念症就转不过来啊 毕竟你就是在那个环境 当下照顾那个老人 天天时间就是 换紫尿裤大便 就是这样 你知道有时候 完全一个人 无力的时候 真的是 无疑问苍天 只能对着他就是哭啊 他也不知道 其实他知道 其实你多多跟他说说话 我们真的想说 因为我们其实 当我们讲过嘛 一切都是能量问题 你能量低的时候 表示什么 你的爱其实不够了 你爱不够 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爱 所以他今天 他用感恩 用感恩的心 一直感恩说 感恩爸爸 能够好好把这个 这一个稀饭吃下去 我们一直调动那个感恩之心 有时候我们忘记怎么感恩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已经 就变成说变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转不动那个能量场 然后我们就一直陷在那个 好像就是一个灵命当中 所以我觉得说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其实我们超级生命满 老师也一直叫我们 我们要一直不断挖掘我们生命的主题 生命的主题是什么 这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一个生命主题 每个人都会遇到 只是快慢与否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进入超级生命密码 我们探讨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如果这样的例子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如何运用超级生命密码 来改变你现在的现况 有社会资源是有 只是说他有没有想要去透过这些社会资源 就是说类似起一些 我有跟他 对 让他有个喘息空间 因为有时候他这个 因为他一直觉得他要进校道 可是你进校道的当中 你用错了方法 但是变来的是两个人 你看我看你 然后两个互相的一个恩怨情统 在那边不能量一直在旋转 那如果我有跟他建议 你可不可以请个费用 请一个就是能够让你有个喘口气 不要你父亲还被倒下去 你就倒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在超级生命密码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共证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让他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是要用对方法 不是自己蛮干 老师讲的 你不要蛮干 老师讲的 你蛮干 你就是这种状况 我们没办法救你 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先 让自己先活出一个 一个能量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说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用个方式 然后看看找一些社会资源 然后用一个方法 对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 让老人家也舒适 让你也活得自在快乐 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去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讨论 然后再做一个沟通 好 那我们希望说子余呢 这是这样子的分享 我希望说很多时候 我们也可能是他以后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因为透过超级生命密码 我们要的东西就是在这个 遇到很多事情当中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有时候我跟他讲 要调整要调整 可是我们要讲 当事人要调整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不是他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我希望说 一样是一样还是要感恩 其实心法不能断 因为 就像刚才食物的心法 其实我看来 刚才这个食物的心法 光射在这个苹果上 我就想说 那个光射在我的头顶上 我们做心法不是也都这样吗 食物都要消耻 杀菌了 洗涤了 那个光照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一二三的心法里面 它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心法不能断 因为这是一个保护机制 就像食物 它透过光的照射 它有能量了 我们人透过一二三步骤也有能量 这是为什么在这个超级生命法 它殊胜的地方在于这样 透过光 你用戒律使力的方式去释两波千金 不要蛮干 这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说 就很多很多状况就出现了 你反而所错误 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视线 希望说 能够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是不是要有很健康的身体 不要乱吃东西 不要为了你自己的嘴巴想要吃而吃 真的要慎选食物很重要 姐爱吃 没有刚刚听到姐姐其实我感触很多 其实我过去前一阵子的那份工作 可能认识我都知道 对那份工作真的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就是真的是太忙了 忙到就是同时处理三四件事 还不含其他的小事跟杂事 真的是忙到整个抓狂 抓狂就算了 我的主管还是那种 就是非常个性非常急的 他想到什么就会要求你什么 盯你什么 他就说你那个活动办的怎么样 不是上次说进度到哪里 怎么都还没出来 然后下不到半小时又问你说 诶那B线 B事件到底处理的怎么样 怎么都没有听你回报 然后又不到一个小时 又开始问C事件 一个早上可以问事件事 下午又继续 对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心累 那个压力真的是 那个能量厂真的是被磨损了 所以你们就是那个 当然心累了 当然就没有体力 没有心思去想要做更多更多 有意义的事嘛 所以相对的那个心有没有被疗愈 所以我走过那段过程 我更了解那个红尘的苦 更了解那个东西 所以真的真的是要为什么 我常常都会告诉我自己 为什么天地会给我体验过去的那个苦 就是要让我更珍惜了解操码的好 唯有真的是透过操码的心法步骤 一二三透过很多操码老师说的功课 落实去做自然真的天地加持 自然会让你很多的事情 包括最近新工作真的是好运连 一步一步 包括之前许下的一个愿 过去都觉得不可能实现了 可是竟然在我的新工作 慢慢的在萌芽 甚至主管也认同之后就要去做推广 所以我都觉得真的是 就是真的走在超马的路上 不要忘了红尘的苦 就是要铭记那个苦 更要如法的实修 去做实验 先去跟天地借一个亏低卡 先去做中间的平衡 然后我们慢慢再去做同间的一个调整 这是我走过那段过程 我现在更了解超马的好 更铭记导师的那个用心 所以一直很努力的 希望做更多更有意义 可以推广给更多的人 好的分享谢谢 好感恩子 一步一脚印 真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没有人永远能够在高峰上 但你在低谷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还有我们 好不好 我们还有我们 能够好好的 我们可以一起一起来一起加油 在低谷的时候 我们还有超马 很感恩还有超马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面两段 我请那个附增 来念两段 老师好 接下来教你另一个方法 就是如何在食物当中增加能量 刚刚我们讲到 观想太阳光贯穿苹果 然后借由太阳光的能量 以及振动频率分解 排除苹果中有害物质 让你安安心心享用一顿全净的苹果 接着继续观想太阳光 从天空射到你要用 你要食用的食物上面 太阳光的光源 从散光变成一束雷射般的浓缩光点 这光点会先停留在食物的中心点上 接着再观想天空中的太阳 继续透过光源供给和补给 补充源源不断的能量 原本在食物中央的那一颗光点 开始慢慢的复制 直到你整份食物都充满着 无限的太阳光点 而每一颗太阳光点所聚集的能量 是无限大的 当你观想完毕后 在观想天空中的太阳 不断的将能量供给到你食物上所有光点 使光点的能量一直扩大 进入了你食物中所有的分子结构 这时候心中虔诚的感谢太阳光的眷顾 然后开始享用这充满能量的食物 当你将这个方法练到一定的火候 你所吃下的食物将会充满着无限的能量与动力 除了食物原本带来的营养以及热量外 太阳光所产生巨大的能量 也会在你体内运作 跟着你的血液循环系统遍布你全身 只要你能够持续的运用这个方法 并随时升起爱与感恩的心 就会里外一致接受太阳光的加持 这时你本身的运气 也会因为太阳光的能量 提升了你在宇宙的能量阶 我们的运气 因为能阶的提升 更容易接收到优良宇宙的资讯 而这些种种变化事实 也就是能够让你开运的基本点 因而达到食物开运的这项事实 好感恩苏贞 我们想请苏贞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都是那种默默在做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我觉得他都是默默在做的 所以很感恩这种默默在做的人 然后一直 因为他的分享一份心力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他的改变 老师好 家人好 好 刚刚讲到这个食物 我刚好昨天写一个心得我很坏 就是 我妈都会煮饭给我吃 然后我就会很任性 因为我都在二楼 我已经都没在看见就是看书 我就会很安静 然后我妈都会从一楼破口 说等吃饭 然后我每次都被他吓到 然后我每次 就已经提示我妈说 我妈你不要叫我 我吃饭 我都会自动自己下去吃 然后我就写心的说我很坏 我怎么会 一个 长辈这么好 帮我煮饭 还叫我吃 然后我还告诉她说 你不要这样喊我 我会被你吓 我是真的吓到 就是那个心会这样 然后 然后 对三五秒 那种才会接下来 因为我会很 会吓到 好 我终究觉得 我不要再纠正长辈 说 他叫我做什么 然后我要去纠正他 我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 我想说做菜 我就说妈妈已经年纪那么大 他还能煮饭 还那么中气十足的 可以喊我 我应该要觉得很幸福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 太不乖了 所以我这个部分吃饭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每次 我都很幸福 然后他有时候 水果都把我切好 我就是被他灌养好 我都觉得我真的很好 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因为他就是个佛夫 然后我还要去纠正他们 我就很不好意思 所以感恩这个 以后我不会再犯了 我对不起妈妈 所以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理所当然 有时候觉得好像就是 妈妈煮饭也是好像理所当然 叫你吃顿饭 我要要你的命 可是我觉得 有时候方法 还是要用对方法 其实我也有 我觉得一个建议就是说 说妈妈 你可不可以用打电话给我的 有手机啊 你说打上来跟我讲 吃饭了 就不用喊的 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就要解决 因为这个一定一直都会在上演 因为这种习惯问题 惯性的 人都是这样啊 这种习惯很难改耶 尤其是那种老人家 那我们要改变他 不如改变自己 但是有时候 我们会不小心被吓到 甚至是说 妈妈那你可不可以打个手机 我真的被吓到了 所以做个提醒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上课 然后会觉得 我不应该对老人家这样 我们连这基本的感恩都没有 我们对别人都这么好 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家人都这么坏 有没有 稀有欺欺焉 因为太熟了 有时候太熟了 你会对自己的家人 就没有一份尊重 我觉得那份尊重 我们大家都缺乏了 所以说还是一样回到感恩 刚才这个叙述 你会觉得自己 好像在做心法一样 还是把它当作自己当作苹果 我会觉得今天有时候觉得 我不忽然有这个灵感 我就会觉得说 把自己当作苹果 然后这样一个流程 有没有 很像然后你有爱跟感恩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接受到 那个能量的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是那个苹果 然后我们的能量 结局会越来越上升 我会觉得今天这个叙述 我就会让我想到在做心法的时候 以前做心法都是照着老师的录音档 因为都没有 只是录音档照着做 可是都没有一个步骤 我觉得这个步骤 还蛮实际的 所以有时候可以 大家可以回去再试看看 虽然这是食物心法提升能量 但是它也是提升我们人的能量 我们灵魂也需要能量 我们身心灵也是需要能量 透过这个宇宙爱的一个浇灌 让我们也慢慢的长大 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一个火候可以呈现 所以我们也真的对应到我们一样子 一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还是做心法 现在目前不要讲心了 因为做心法的应该都每天都有做的举手 真的要做 真的要做 没有做的没关系 我们把书先看完 然后就可以 我们可以请教我们这些 有些人 我们有录音档 我们有那个 梦想舞台APP 新人可以下载 那里面都讲得很 怎么样做心法 然后里面怎么样的忏悔主题 怎么样的一二三步骤 它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不要觉得说这个很难 但是你觉得你想要学 很多资源它就会不断的涌现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心法 对应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对应到我们的食物 它都是要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能量 今天来的人 我看到每个人进来 到现在那个脸色 尤其是美春景 有两个苹果鸡 真的啊 那个谁啊 那个梦瑶啊 那个云珍珍 那个脸啊 都红洞洞的 真的 好多人的脸都红洞洞的 所以我觉得说那个 很兴奋 很兴奋 好等一下请你分享一下 兴奋 现在就开始 来请美春来分享一下 一定要很多的一个感性分析 对啊 怎样兴奋 来麦克风 要有麦克风 这种东西 大家还听得到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因为我一直想要分享 可是我 我一直不敢举手 要举手 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 唱出这一步 因为那个 那个西直的秀眠姐 她经常打电话鼓励我说 米春你一定要分享 她分享也是一种能量 而且这 你胆小是不好的习气 你要改掉 所以你一定要上来分享 所以我一直很 对就很 自己很紧张 我一直都想说 我今天一定要踏出 踏出这一步 一定要来分享 我分享说 我进来这边的改变 然后 用这个系统改变 救了我的婚姻 因为之前在梦妖那边 我大概有陆陆续续的分享过 没有很完整的分享 所以我现在来做个很完整的分享 因为当初 因为当初 就是跟我老公有八岁生问题 因为当初 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 不是 不是 因为有一天 有一个女孩 女生拿着一个纸条给我老公 结果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条里面 是她初恋情人的电话 所以 后来他们 我老公跟她 那个旧情人联系上了 才知道她 为了她终生未嫁 所以 我老公很震撼 她是觉得说 怎么会有个女的 为了她这样终生 没有嫁人 所以 我老公那时候是 非常 情绪是非常非常的 低落 然后 我们那时候的感情就是 变得很差啦 她那时候 足足四个月的时间 她都有冷冷冰冰的 她也不太理我 所以我觉得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老公就说 因为 她说当初 我说 你 她 那是她的选择 当初因为她 冰变嘛 她 我老公去当兵的时候 三个月她就冰变嘛 所以我老公去找她 她 她也不理她 所以 我说 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因为她跟我老公讲说 她很多苦 说她把她的人生搞砸了 她把她的人生搞砸了 她不想要怎么办 所以我 对 女生 对她身体也不好嘛 她如果说她把她的人生搞砸了 我说 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对啊 不关我的事 你这样子对我 你四个月 她真的四个月的时间 对我冷冷冰冰冰 都不理我 不太跟我讲话 这样子啊 那时候我就每天哭 每天哭 我不想要怎么办 我没有方法 就 那时候她没有接触这个 对 对 你也说 对 不要来 对 那时候没有接触这个 那时候 我真的是没有方法 我每天哭 我不想要怎么办 然后 那时候有很多 然后又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所以把我压的 我没有出口 我快得忧郁症了 所以那时候看到我 唐姐 看到我 看到我讲话说 女生 我怎么变这样子 你本来是一个很快乐很快 我本来是一个很幸福很快乐 就是她的出现 然后 她拿 她说你要不要看一本书 叫 那个 身心灵的书 我说好啊 她就带给我 拿来给我看 哦 我看完 我真的 我 我找到那个了 找到逃路了 所以 我就 因为 初上的方法 我自己转念 转念 然后 我自己 改变我自己的习性 改变我自己的习性 然后 我不会对她发脾气 我都是温柔对待 我超 我 我 我从今来到现在 我已经一年多 我没有对她发过脾气 对 我都把我不好的习气 坏脾气 爱吃醋的都改掉 所以我老公看到我的改变 所以她也改变了 所以我现在找回我 我原本属于我自己的幸福 我现在老公已经回到以前了 真的 我找回原本属于我的幸福 就这样 谢谢 看她的那个 是我很紧张 没有 看她脸上 比较好一点 直接那个苹果鸡 你看到 对 对啊 粉嫩粉嫩的 真的 这就是一个勇气啊 其实分享真的是勇气 我们真的不要局限于说一个人都固定分享 我们希望大家 我刚才讲的 等一下一个人一句话 真的要讲 不要 我们一定要落实 老实讲的 你讲出来就要落实 好 那我们请那个孟瑶来 跟念两段 孟瑶也是两个苹果鸡耶 好久没看到她了 等一下一定要请她分享一下 好 好 老师 老师还有家人们 各家下午好 好 刚刚的 刚刚的两种 两种 刚刚的两种观想 就是食物开运的密码 只要勤于练习 保持着感恩的心 随时散播宇宙的爱 也就不用再忧愁开运与否的问题 因为你的运势会慢慢的去向一个吉祥稳定的状态 如果人在心无旁骛的努力下去 那就不是开运与否的问题了 而是你已经跳升到人生中精华的阶段 这一章所提到的能量加持 是透过太阳的光 能进入我们的身体 提升了自身的境界 只要你能够虔诚的在心中充满爱与感恩 并且把这个心法彻底的熟练 这个方法往往还能够救助他人 有些癌症莫及的病患 已经没有办法进食了 你诚心地运用这个方法 将能量加持在他的食物当中 当这位癌症病人吃下去后 只要他也保持着爱与感恩的胸怀和思维 并且为自己许下一个好愿 那么这些食物在他的身体里 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所讲的种种正面运作 而且在一段十日后 你会看到他的精神或体力上 都有些许的变化和提升 程度的大小就在于 你对这项心法的熟练度 以及那位需要帮助的人 是不是心中充满了足够的爱与感恩 好 感恩 等一下我们请那个孟瑶来分享 我也好久没分享 其实今天就讲这个食物的开运法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从事于健康方面的工作 刚刚讲食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是食 就是说寒的或是热的 其实这下面有几个方法 可以通过自己去判断 你自己的体质到底是热的 还是冷底的 就先从冷底的讲 我们会冷底的体质 就是说头发会容易油 就有的人一天或是两天就很油力 或是你自己觉得就是脸也是蛮多油光这些 出油比较多 这是一个特征之一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大号 大号要是说是像粥一样的 那也是比较湿的 要是说湿热的 是冷底的 就你的大号要是说像香蕉一样成条状的 那就很OK 再来一个有些人他会比较就是会流口水 或是晚上睡觉 这个也是就是你的体质是冷底的 因为你的脾胃不够 就是能量不够 也就是讲的能量 你体内的热能不够 你就会比较冷底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水 因为我们口水也是一种液体之一 他就没办法脾胃就没办法运行 没办法运行的话你的口水就会比较多 所以有些人睡觉就会 因为我的先生就是一个冷底的人 他睡觉他就会流口水 我每次都笑他三岁小孩就流口水 那我们热心就还有一些 哪些食物是说比较 因为已经冷底 你有这些症状的话 某些食物你就一定要尽量吃少一点 或是不要吃 一个瓜类只要带瓜的 吃了让我们上大号很好上的 都是寒性的食物 那就刚才大家也有讲 再来就是用什么呢 用姜 我的做法就是 冬天我都用热红茶 红茶加姜汁 这样子对肠胃 对身体都会比较温暖 这样的话吃也会排湿 排很多水 那我们 我特别是第一次吃 吃了一个冬 一个冬季 所以我的牛仔裤 还有我的腰围 就大腿都整整瘦到一圈 真的很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通过食物 让我们的健康这样子来 就是可以慢慢慢慢改善 那加上用上我们老师的心法 那当然是内外更好啊 这样 那我们身体就会更健康 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有讲到说 进超马之后 有哪些改变 其实我的改变也蛮多的 我又没有变比较漂亮了 可能新朋友不觉得啦 我刚进超马的时候 就是一个丑小鸭啦 现在慢慢慢慢蜕变 蜕变这样子 最主要是说 你做了这些 就是老师的 包括老师的 所有的书啊 心法 你这样去看 最主要你要觉知 就像那个 刚才 刚才那个淑貞有讲到 他就说 他自己有觉知到这一块 妈妈其实他很幸福 你看我家那么远 我哪有妈妈 叫我吃饭 对不对 改的就是真的是 就有时候我们就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嘛 因为你有觉知到这一块 你就会去改 你改的时候 就一点一点 像我也是 我最近就是 我本身进超马也是 因为跟我先生 反正那时候 两个也吵得很厉害 就快要 我快要回大陆了这样 那现在就是因为超马 让我自己就是 自己的改变 就是不讲嘛 你要改变别人不容易 还是先从自己改变 就像昨天那样 昨天我就是 有一点点小生气 但是其实我一直 只是表面上 只是做给他看生气 实际上我心是没有生气 是因为怎样 我家 我每次都说我先生 他是一个 有点很爱线的人 他就是一个很爱 有点爱线 因为我是四川人嘛 他就为了 要请他的同学 来家里吃饭 就要吃我的四川味嘛 那他也没跟我讲 他就直接先 就跟同学讲了说 哪天哪天来我家吃 那他再来 后续再给我报备 说你要煮什么 煮什么 给他们吃 那我心里当然 就有点 就有时候没有得到尊重 而且请客 我不是煮菜的问题 是怎样 因为人家来你家 问题在 你家里要收拾 要是不是 该 要打扫啊 哈哈哈哈 这一块 那我先生 我就帮这个问题提出 我先生说 没关系 那我来打扫 你只负责煮菜就好 但是他们来 打扫是ok啊 可是他就有些细节上 他就没办法做得那么 尽善尽美 那我来就想说 他同学又难得来 还是 所以说平时很邋里邋遢 但是 还是要表面上功夫 要做过去吧 所以在前天晚上 是昨天 前天晚上 我就在边座的时候 还是就稍微 有一点点给他 有一点点想抱怨 我说你下次不行了 我这次可以帮你圆过去 就是给你配合过去 下次就不行 那他说是是是 我就说你至少 要先尊重我 问我可不可以请 你再来 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请 好 我就在边座 他就 我就语气有点那个 他就不讲话 因为我先生就那个个性 一一讲了 他就不讲了 那不讲了之后 好 我就边座 既然心里想说 已经请了 那这件事情 也不能够退货 也不能说 帮他打住 我就边座 我坐了之后 我就要上床睡觉 我就说 好吧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明天的菜单 因为这之前 根本就没有讨论 他一直要求我 拿菜单出来 我就一直跟他 我心里想说 四川菜不够 就那几道菜吗 那他又一直要一个 因为我心里 他是一个一二三四 就是他要有一个底 他要明天做什么 他要心里 心里有一个 那我是很随心的人 我想到我就做完了 后来我想到他的个性是这样 我就说那好吧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他说你愿意跟我讨论啊 我说要不要明天你就没有一个菜单出来 其实你也不知道大概要做什么 因为我心里是有数 那我就说 他说那要不要做什么 我说那你明天是准备要什么 他就你的四川菜 他最主要是要吃麻辣锅 那好麻辣锅就很简单嘛 那我说那还要什么菜吗 他说要 我就四川回锅肉 麻婆豆腐 还有就是我自己做一个凉拌菜 然后再来他就说要不要去买一个 再买一个那个什么 咸水鸭或是咸水鸡之内这样嘛 那我们加一加加加加 他说一个虾 这样加一加就五六个菜 因为麻辣锅就很多菜啦 他就 我说麻辣锅那一般就是 我喜欢吃的就是木耳 木耳是烫麻辣锅很好吃 再来一个就是牛肉片羊肉片这样子 就大概洗了一下 他就第二天昨天去买的 这样讨论之后 这样我老公很难得讲 他说这才是我的老婆 这才是我的好老婆 因为之前是会跟他生气 会生气蛮多蛮久的这样 那昨天就这样 前天晚上这样 他说这才是我的好老婆 睡觉的时候来抱抱我 爸爸明天就辛苦你了 好说昨天我就发布这件事情 他们同学都来了嘛 一共来了加上我们两夫妻 就一共十个人一桌嘛 这样做一做 就是菜主来 他们大家都觉得说蛮新鲜的 又是很少吃到 比较地道的是传菜 就比较新鲜 就比较新奇啦这样子 吃一吃之后 好我老公 因为他早上起来就比较累嘛 吃完了之后 刚好他又用了免洗碗筷 就不需要洗太多碗 之后到了晚上之后 做完这些 因为有些很多煮了 很多吃不完 也说你有可能还是要 像汤啊 这样你是不是 因为冰箱放不下 你要再 我又再帮他煮 滚之后放在外面这样子 让他凉 好之后 昨天晚上就说很不错 他又说他又要陷 我说你打住 你不要陷了 你再陷我下次又没完没了 好之后就因为这样子 先生就说 真的今天很辛苦你老婆 就等于说 我们两个现在夫妻感情 像道瓷甘蔗 就是真的是比之前 还要所谓比较恩爱 比较 就是比较互相相互去体谅 这难免不了当中 一定会有一些所谓进来考验 只是我们自己 就是看你怎么 像我的话现在是比较 老师不是说得下女人话吗 就是我们比较要塞拉一点 我现在正在学习这一块 觉得是还不错 就是说通过 可能我先生也吃这一套吧 所以最近真的就是他讲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不要去正面对顶他这样怎么样 因为男生一般都不喜欢人家正面顶他 你就跟他抬他 就说是是是 你说的都对 对 这样子就一直讲 他其实在念他也不会怎么念 就慢慢慢慢这样去 只有现在夫妻感情之间 就真的就变得很和谐 这是我的唠叨 好 好 改了孟瑶 孟瑶也很久没有来了 邀请他来共振一下 希望能够在超马 我们大家能够一起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因为他也改了很多 因为他也是拿了千年之约以后 然后变成一个得相名画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 先生都吃这一套 不是只有他的学生吃这一套 所以我觉得我们女孩子还是 就是我们不能就是破腹骂劫 有时候真的要懂得 看怎么样来温柔的来对待 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 其实一样讲到能量的问题 可是其实我们这一章节 讲到食物开域密码 其实大家知道食物开域密码 要借助能量 借助太阳光 他都忘记了要前提要有什么 对 要有感恩的心 你没有感恩这个苹果在你前面视线 你就一直要给他光 给他能量加住 有可能吗 不可能 有没有 苹果不会无缘故来到这边 对不对 你买了以后你没有感恩他 有这个视线 那我们怎么吃他 怎么让他加持 怎么让他加能量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也是 当我们做心法123 我们没有透过忏悔发愿 借有感恩 我们怎么样去接收能量 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加的原理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前提一定要有感恩 像我们这个 像我们这个 他说这个食物假设我们放了感恩 爱跟感恩进去的时候 他就是变成一个比较甜的食物 或者是有能量的食物 像今天我们有带了很多的一个超级健康密码 来到我们这个会场 是希望说我们藉由这个食物 然后让你们吃的怎么样 使身体更健康 因为健康密码里面 里面很多东西 他里面都说的很明白了 只是你有没有看对地方 然后看懂里面讲的东西 就像我们的彩莉一样 他看了这本书以后 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健康密码里面的癌症洗法里面 然后获得那个能量 我们请他分享一下 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在这个心法 他怎么样来让食物啊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加持 让他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 所以我是希望说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癌症心法当中 他照着这个初衷的方法做的当中 为什么他能够视线说这样的能量 在他身上的运作 然后来告诉大家 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 真的有 不是假的 请那个彩玲姐姐来到我们前面 来分享一下肉依的面子 三分钟 三分钟 现在只有三分钟 但只有三分钟 老师各位参谎家人大家午安 午安 其实那个癌症心法 当初我前年身体状况的时候 刚开始是做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的心法一二三 大概快一个月 快一个月子函就拿了那本超级健康密码 那我有一个疑问 我那天就施赖老师 我就是对老师提出了一个疑问 我说老师 我从前年进入超级生命密码 这么久了 我怎么从来没有替过老师 你推健康密码 有很多癌症患者举手问你 你从来没有推这本书 对 然后我还问子函说 我这样写可以吗 子函说可以 好 对 结果老师就跟我陪他 他说超级健康密码 是要很有福分的人 才能够看到这本书 如果你没有那个因缘 你是没有办法拿到这本书 所以我相信在座的 你们今天都很有福分 那边 一堆 等一下一定要记得拿 那里面那个癌症心法 它里面有写 我其实我忘的快差不多了 还有写最快天地 21天就会给你交代 最慢49天 但是一个准则 就是你一定要臣服天地 相信导师 你这点要是能够臣服的话 做那个癌症心法很快 我记得我当初有分享 他里面所有视线的镜 都在我后面 做出了检查数据上面 完全都视线出来 而且老师在癌症心法当中 他视线在镜中 视线在我治疗的 那个 那个 就是说那个 那个诊查室里面 今天视线 我记得我第二天在做电疗的时候 他就视线在那个房间里面 我有讲说他的手法在打什么手印 我看不懂 他们说老师在跟你加持 然后那时候我只会唱感恩4GG 因为 子涵我那时候在等 我办住院那时候四天 要等核磁共振吗 他说你要办住院 不然你要等到隔年的 可能六月还几月 要到基隆去才有办法 我就四天 子涵就这四天 他叫我耳机24小时都会听 那个感恩4GG 没有断 连吃饭都没有断 所以叫我一直听 他说我们会生病的那个负面能量 一定比正面能量还要强 所以他叫我先提升我的正能量 所以就这样听 那之后 之后我癌症心肺炎就是这样每天做 那时候做三次 一天做三次 为什么 为我自己的命 我想要活下去 我想要活下去 我那时候也跟天地发愿 我可能本身我们有点这个佛学基础 我没有讲说等我好 我马上跟天地发愿 就是跟他发愿 我一定就是 利益众生的愿望就马上发了 而且我们治疗当中 我们就开始已经在执行 开始在做了 好 然后这样子我记得 老师除了在诊查室出现过一次 还有他在心法境当中 连医生要讲的话 他都事先告诉我了 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很神奇 但是这是前真幻缺的 医生要告诉我的话 老师在前两三天 他就已经告诉我了 对 然后在最后一次 我再记得 癌症心法完了 在最后一次的这个 确诊报告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天是 刮34号 然后到33号 就是前面的号码 我就提早到 我就一直在 一直念感恩诗句记 一直唱感恩诗句 走来走去也唱 因为长庚有时候 你一过号 他就要跳舞很久 所以我提早到 结果在第33号的时候 我就坐下来了 那时候我就吓一跳 老师怎么出现在我面前 所以他告诉我 告诉我 一句话 你是天地前选的种子 不用怕 进去就是绝对过关了 而且他还有个动作给我看 真的我进去的时候 医生就是这样子 没事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视线 医生要讲的话 已经视线都给我知道 或许你们会觉得说 我是那种体质吗 我确实是那种 比较敏感的体质 但是有一点 我自己后面去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相信 我简单的相信 我就是相信 我相信我会好 我相信这个癌症心法 他会救得了我 我竟然是天地绢选的 这个种子 我就是有这个责任 把这个癌症心法推广出去 所以我当时也跟天地发愿 我要把癌症心法 跟呼吸法推广出去 结果天地他真的满我的心愿 这个呼吸法 我最近已经有开始工作了 在工作里面 就是教人家做呼吸法 所以当开始接到 第一个客户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感动到 我眼泪快掉下来了 因为我知道 我今天出去 要教他呼吸法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会呼吸 可是真的 你去看测试 基础很少人会呼吸 那个一呼一吸间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 好 既然老师也告诉我 你现在好了 每天至少要21次 做这个呼吸法 我天天照做 几乎是超过21次的 所以我既然 从天地这边 从导师这边 得到这么好的 这个呼吸法 还有这个能量 我一定要把它 光传出去 我好 别人也要好 对不对 我希望说 从我们这个癌症心法 跟呼吸法 推广出去的时候 可以接引更多 天地善良的种子 所以在这个癌症心法当中 那时候我在治疗的时候 有时候会吃不下 我的副重用机 几乎是非常少非常少 只有前三个星期 因为医生他不肯开一颗药 他跟我说那颗要自肺 就是开胃口的药 他跟我说那个要自肺 我一直求他 我说拜托你开给我吃 他说不用 这是正常现象 化疗会吃不下饭 是正常现象 他就是不肯 可是我体重不行 我体重一直往下掉 我现在又胖回来了 胖回来了 体重一直往下掉 已经你在掉 他跟我讲说 你不能再掉 可是我没办法吃不下去 我体重一定往下掉 后来三个星期后 他说 好啦 你再这样继续掉 就不能做治疗了 好 所有的数据都正常 就是体重不正常 没吃 你知道吗 他开了一颗自肺的药给我 他跟我说 这颗自肺喔 一个礼拜 一次开一个礼拜 对一个礼拜 84块 84块 我说 医生怎么不早一点开给我 他说因为是自肺 那我想说 我自肺可能很贵 结果他一个礼拜 84块 我就想说 你早点开给我 你知道吗 那个有体力差很多 你可以做很多事 像当初我因为没体力 我没办法出来跟大家发说 所以我哭着 我做心法的时候 哭着跟老师说 我没办法像千语 抱着整箱书去发书 千语真的 他从后车上就是抱着整箱书 我没有骗你们 只有当场看到 我就说 千语我都没办法这样搬 因为不能搬中 我就哭着做心法 就跟老师讲 老师就跟我说 每个人都要每个人的责任 你的责任是做法固师 你的责任是要把你的 改过你的这个经验去分享 给更多人去了解 我写超码 好 老师这样讲 我又在发愿了 我就是做法固师 我把我的改过 我进超码 所有的改过 我都要做法固师 所以我最近 以前都有写心得 但最近我很厉害 我也上在APP了 每天写 写的会上瘾 所以我想说 刚刚听树真树有写 你也跟上传一下 你每天写会上瘾 对 真的 APP 梦想舞台 对 然后你就会写着写着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这是我的责任 我也想要把它承担下来 我希望把我每天所悟到的 跟大家去分享 对 像跟老公 跟儿子 或者是周遭的 一些 一些让你能够悟的 你都可以写 这样写着写着 能量真的会提升 因为我曾经做心法的时候 太阳光光跟我说 分享就是一种光 我们身上有光的话 能量就提升 那讲到这个光 我今天 因为我分钟看到 我们时间有限 这个一定要讲的 这是去发书 我今天去发书的时候 遇到我一个 快30年没见到的朋友 他在竹联市场卖书 因为我今天没办法到180003 在竹联市场卖衣服 我就从背后看到他 我就觉得很像他 结果他一侧面我看到 是他 就从后面抱住 我就跟他叫了一下 他看了我一下 他说 嘿你怎么会在这 我说对我来发书 我就手上拿着 千年之约跟疗愈全力 好 这下面很精彩喔 然后他就讲说 他一直看 一直看我 就跟他妹妹讲 这就是以前我开美容师的时候 那个美容师 我以前是做美容 跟他一起做自然的美容的 以前来帮我开幕那天 他妹妹就说 这个开幕那天 我没去我没看到 他旁边站的一个客人 从头到尾 我跟我那个朋友对话 他眼睛一直盯着我看 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 我注意跟你讲话 没有注意 所以他就跟他妹妹说 嘿 这个美容师怎么 皮肤那么漂亮 我今天都吓一跳 我想说 你眼睛是不是 有眼 结果 我说 我哪有皮肤漂亮 我说现在不是美容师 我说 我的毛细孔大 但是我 我跟你 我说我跟你确定 我的光度很亮 我的脸很亮 他就跟他讲说 对 你的脸 是差什么保养品 这么亮 然后这千年之月 千年之月 跟疗愈全力 我说我就是差这个 我说我就是差这个 他觉得很稀奇 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那个朋友很久没聊 但是我知道他的生活 并不是过得很 很很如意 很如意 好 然后他就说 那你 我要跟他分享 分享我的故事 我就送一套给他 他说好 结果 我就出去了 我拿给一个卖那个 马绕的那年轻人 他不接 不接喔 你知道我在那边观察一下 我朋友接我的那个 那两本书以后 他客人一下进去十 大概十个 五组成交 买衣服 五组成交 那个马绕那个喔 没客人 我心里想说 叫你拿你不拿 你拿了可能那卖 买那个马绕的很多 你知道吗 他不拿 好 结果佩云听到我 他说在哪里 我去认识一下 他就去了喔 结果他妹妹就讲说 等一下我姐姐去买鸡肉 你刚刚给我姐姐那是什么 好我就跟他讲了一次 他妹妹是那种灵感 敏感体质的 他是基督教的 结果我就跟他讲 分享以后喔 那佩云又补 又补上去 我们这两个账一直推了喔 你知道吗 他拿到那一本 千年资约跟疗愈权力的时候 他说他全身起鸡皮疙瘩 然后整个毛细孔 张开一直跳动 一直跳动 那我心里想说 这是好啊 不好 因为起鸡皮疙瘩 毛细孔一直跳动 他说我跟你说 我拿到正能量的东西 才会这样子 他是那种 他说拿到正能量 正能量的东西 才会这样子喔 好 然后然后 然后 对 因为我想说起鸡皮疙瘩 后来是他自己解释给我 好 那他就讲说 你这本多少钱 这本多少钱 那这个是不要买 我就跟他分析 给他看 这是人家发薪 他们住院 然后我们做志工拿出来 跟人家结缘的 我们都没有花钱耶 这是人家发薪 给我们做志工 然后他就讲说 哦 那这样加起来 住院的价怎么那么便宜 怎么有人这么发薪 我说 我说 就是有人这么发薪 他因为在超马 得到很好的 这个 他的这个改变 还怎样 他可能就这个 后来他就说 我回去看过年前 他比较忙 又卖衣服 他说我回去看 我觉得这个书是很OK 我过年后 我开始订 然后 他妹妹他解决说 你还没有 我说有车上还有 全部拿来给我 全部拿去 大概不到十套 他本来要我十套 我没有 我们已经发到快 快不够十套 结果他全部接过来 他说 这些书就留着 我送给我的厂商 对 就是 你去发书的时候 尽量把我们的故事 分享出去 上次我讲 谦卑在谦卑 就是老板娘 祝你生意兴隆 今年发大财家 祝你幸福 会听的 他会留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在那边 跟很多人讲说 我们光华里 这边有个新的集会所 新的集会所 然后我们学了 这个超买以后 我们也更清楚 什么叫正能量 跟负能量的 这个平衡 我刚好去 乔恩那边 我客人在那边 我去 结果遇到 嘉玲 陈嘉玲 他去的时候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他还不大接受 这个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干扰 因为他是灵异体质 有时候会有 有时候会没有 你知道我跟乔恩 两个同时 跟他回答什么 这就是能量的问题 因为你的能量不平衡 哇 他眼睛就亮了 眼睛亮了 因为他烫头发好 就换巧妍 过去美农院那边 讲给他听的 就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我们如果真心去推 真心去做相信 天地那个讯息会一直 一直来给你 一直来给你 像子元的爸爸 因为我都一直跟他 跟他 我都叫他爸爸叫阿爸 因为客家话 我都叫他阿爸 会跟他爸爸去聊聊 之前就跟子元讲 所以为什么刚会叫他说 你就哭出来吧 因为他都惊掉的 他不哭 他也不请人 我本身以前是赵服员 我跟他讲 对 我跟他讲说 你去申请居家的 居家的 他说他不要 朋友要去那他提 他也不要 他全部都要一手 等起来 都会来讲一下 三分钟快到 所以这一点跟大家分享 他都别的没机会讲 连我们都没办法 好 感恩凯琳 下次我们再听他在讲 因为他的故事真的很精彩 因为他就是立志 他要把这个传出去 把故事给有缘人 你看他现在那个气色 然后整个都那个 红红的 红嫩嫩嫩 透亮透亮的 这就是一个分享 对 所以他刚才讲的 这本超级健康密码 你们等一下没有的 等一下拿一本回去 在135页 133页跟130页 他都有一个心法的口诀 一个是一个口诀心法 然后一个癌症心法的口诀 130跟133 这个真的 如果身边的人 有癌症的人 你就请他 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 真的要做这个心法 真的有福之人 有些人你给他 他还觉得 真的假的 有效吗 有没有 那怎么可能 做一做就会好 老师讲的 你真的只要真心相信 像是那个彩琳就是 我就要活下去 哪怕什么死马当活马医 都去实验看看 这样子 你自己才有重生的机会 他就是因为简单照做 他才有重生的机会 所以这本书 真的他帮助很多人 但是也要希望说大家 就是癌症的人能够接受 这个接受 其实癌症 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在于什么 医生都不得话 被你吓死 然后吃那些药让你吓死 然后吃了一堆药 让你完全没信心 好 其实在于说 真的没有很可怕 癌症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 其实都有癌细胞 真的 你知道跟他和平相处 好好用爱跟感恩 跟他做一个交流 其实很多时候 就可以像彩琳这样子 白白胖胖 粉嫩粉嫩 能量满意 所以我觉得你看 他的视线让我们觉得说 哇 真实不虚 这是真实例子 他以前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你看 现在看得出来 他是癌症患者 真的看不出来 好 我们最后请秀容 念最后 最后的三段 做一个结束ending 因为好久没看他 好久没看到他 然后他跟着老师到处跑 我都很少看到他 因为老师的魅力太大了 好 有些小孩 大家好 好 有些小孩无法正常的好好吃饭 父母就会担心他们不健康 或摄取的营养不够 如果当父母有这样的爱与感恩 并运用这份心法 进而让他的小孩 在进食的过程中 也接受了爱与感恩的种种观念 那么小孩在摄取了这份 富有特别能量的食物后 他的身体运作循环 就会自然的把他的能量 皆提升起来 假以时日 父母也可以明显的看到 小孩的健康情况 和过去有着天壤之别 这一章节所教的两个心法 他的基本因耗点是我们心中 是否根深蒂固的 拥有爱与感恩的重要观念 当这个观念无时无刻 牢牢的落印在我们自己的心中 和思维逻辑里 这两个心法就会陪伴着 珍惜这些心法的朋友们 匆匆实实的走过他们的一生 而且从中得到丰盛 丰富成就 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描述的 聪明的人 绝对会善加利用自然界的巨大力量 让自己在浩瀚的宇宙中 事半功倍地达到自己的成就 和人生目标 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 心中绝对要有爱与感恩 才可以使这个方法达到功效 如果没有爱与感恩 这两个重要的前提 这个方法不但不会 让你得到任何收获 而且有可能在阳光动能 和热能的加持过程中 因为缺少了爱与感恩 这两个润滑剂 让自己受到莫名的伤害 千万不可不小心 好感恩秀容 所以两个润滑剂是什么 爱与感恩 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出这个门 当下我们都要常常跟人家说什么 感恩 我们要由心的来感恩 我们一切的人事物 连我们这个桌子 我们的一个日光灯 这个场地 或者是你看到的人 我们都要跟他感恩 哪怕是仇人 真的 你发射那个爱与感恩 给人家 那个仇人会对你笑 你知道吗 我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真的实验过 真的觉得是这样 好 最后等一下 大概一起念这两段 然后我们请秀容来分享一下 最后两段的话 好 病痛是身心灵出问题 投射在身体上所产生的结果 解决病痛的根本之道 必须从身心灵均衡左手 太阳盛德导师 所以任何的病痛都是身心灵不聚合 出了问题 因为我为什么要请秀容来分享 是因为他好几次都去台北 然后跟着老师 他讲说 跟着老师去台北上课 都不用睡觉 能量都好吗 好吗 我都觉得说真的 一切都是能量问题 然后我们请他分享一下 老师好 全球超马家人 跟在座家人大家好 好 感恩主持人的邀请 我今天是真的 也没有说想要分享 因为上礼拜是比较忙的原因 是因为礼拜六 大家去参加身心灵滋亚班 那上完回来 那个小天使回家 看到我就说 你为什么一直笑 其实那一天在上心法课的时候 是一直哭的 所以当回家 小天使就说我一直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直笑 那真的可能真的是疗愈 因为在心法里面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就是 你就融入老师的想法 就是说那个指令 然后把那个心 就是跟着老师的指令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很多该忏悔的啊 过去的不应该 然后去做反省 那也许是这样子 然后让你自己就很疗愈这样 那礼拜天就很意外 因为本来是 只有小天使要去参加108天 跟导师等一日友 然后我就临时早上 那个才接到讯息说 我要跟他 就我可以去啦 等他有问过导师说我可以去 那我就很紧张 糟糕了我 我没有路啊 我很怕导师问我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路啊 因为有去参加一定都有路啊 那可是不行啊 那没有礼貌的导师都邀请了 一定要去啊 那去了以后呢 我本来以为只有吃下午茶 没想到那天是到后来到10点半才结束 那我们看到导师的时候 就跟平常真的很不一样 他就跟我们平常在跟家人聚餐那一种样子 不像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都觉得 我们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 好像很对不起老师 那也许老师都知道 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很如法师兄 但是他都不会让我们有那种压力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很佩服我心里面 很佩服我导师这种 此掩饰众生 不管我们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这么努力的 把导师的失智为己知 有没有这样做 他都还是对我们一致的那样子 那后来就是 那一天就是 我本来是托小天使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想说这么近距离 我们平常也没有一堆咨询 就是要趁这个时间 有机会可以问一下 然后呢 我一直在想提起勇气 要怎么时候问他 后来那个立珠姐他就说 鼓励我赶快赶快把 问一下 那我就问说 因为那个小天使爸爸之前不是开刀吗 对 开刀后来是都生活都OK了 也可以去上班 但他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会晚上睡不着 对 然后那我觉得他睡不着的话 他的能量会越来越差 他如果之后身体又有什么问题的话 对我们家也不是啦 所以我想说有机会就问嘛 我想要叫小天使问 想要认识说 老师一定是说如法实修啊 这么有智慧 但是我们还是要会问 因为老师毕竟不一样 因为我们就算在广路公修 各课程现场给他问问题 他就赶快调动讯息 他可能会想办法帮你啊 不一样嘛 虽然我们知道要如法实修就是这个答案 那我们找机会我就问他了 然后他就说 他在哪边上班 那我就说哪边 然后他说他是工程师 那我说对 那他是不是比较自我 那我就想 老师又在调讯息 他好像知道 那个 他讲的就很对就对 他很厉害就是 他只有我跟他这样对话 他知道说 我先生的那个症状就是有很自我这个状况 那然后来呢 他说他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开过单 所以他要reset 要把那个他的脑部reset 不然他会 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然后 但是他只要性超马 再加做深呼吸就好了 我说对 他就不性超马 这一点最难啊 对不对 然后 他就说那叫小天使 唱两首歌给他听就好了 就是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 相信就是最难的 那我们今天有缘来这边 我们就是要 像今天也是来这边共振 大家再互相提醒 互相切磋 让自己的能量可以再慢慢 就是说有时候都会当 我们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 红尘镜都会来考啊 那我们今天来这边 就是大家又共振 共振以后 我们心又开了 然后能量又慢慢又进来 就像刚刚听的 彩琳分两箱 就让我们又很振奋 你知道吗 然后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也是 要上来分享一下 然后而且我们这么近距离 跟导师这种机会 实在太难得 要跟大家这样分享一下 我们的感觉这样 最后就是导师在我们唱 朱鲁彩虹在十点多 在吃豆花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 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要唱歌啊 很奇怪 然后就唱歌 唱一唱 然后那个 殷琪姐就开始拿路 你敬爱的路 然后大家就唱歌 然后就看导师怎么 都在那边吃豆花 不要跟我们唱 然后心里想说 他一定是不是 在偷贯能量 结果后来 殷琪就把 马上把照片 那个影片传给大家 真的喔 那个影片 我有放在一二三群主 那个在 他说在轰那个时候 他还没有跟我 我们还没看到影片的时候 导师就说 你们如果有如法师兄 在唱那个 朱鲁彩虹最后那一段轰的时候 一定要唱出来 因为那时候就是 能量会灌注下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看影片 真的 怎么真的就是 那个是全白的耶 那真是不可思议 对 所以我们看不到的能量 不一定是不在的 他是在的 嘿 然后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 好感恩秀鲁的分享 所以能量是真实不虚 透过这样的视线 有时候真的 不要真的不相信 然后有的人还是 我觉得看到就看到 不相信不关我的事 还是很多人这种人 所以老实说 那个红尘真的很难度 真的很难度耶 真的我们要加紧努力度了 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真的也是广妖啦 我们真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系统 他就是讲能量 因为一切都是能量 能量上来的时候 你看今天 每个人的脸 脸上的那个笑容跟光 刚才讲的 刚才小链子讲 为什么在做心法 我们做生心理之想 把他就一直哭 那为什么现在 回去就莫名其妙的笑 因为你心也在笑啦 你一个微笑 你心也开了 很多人说 我完全不会笑 因为人家是 就是脸笑心不笑 他真的就是 为什么一直笑 就是不是笑 是真的心笑了 心开了 好 我们才会觉得说 就是那种很发喜 是那种心境上的提升 为什么 就像姚依泉你讲 我们心境上提升的喜悦 他就一直 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就觉得为什么 你可以这么开心 他就自主的 那灵魂很开心很喜悦啊 就很开心啊 看到你就很开心啊 你知道我今天 发现一件事情嘛 你知道赵蓉姐 她从头到尾做笔记 做到刚刚 你看她多认真啊 我们真的像她看齐耶 真的 你看以前我们都是那种操笔记 有没有 老师上櫃就一直操笔记 你看她的 我看她是一直在做笔记耶 我们真的要向她学习 那个认真的一个精神 像老师一样 也是不放弃 最后一分钟度人 真的 老师随时会在度人 所以我那时候 也写了一篇新的 23号 你知道老师的心法带动 因为她要hold住全场 那个能量场下来 那个有的没的太多 那一天真的是一个 里面太多太多太多 有没有的老师要hold住全场 老师真的是 那个是称了全力以来hold住 因为时间很久我都会看老师 我眼睛都一直看着老师 我永远不会忘记 老师那个坚持那个脸神 你知道吗 那个真的让我觉得说 再怎么样苦 也没有老师那时候撑住的苦 真的 然后那个 因为她要帮我撑住全部 我们身上所有所有的一个 共业的问题 所以你说老师很慈悲 有人跟老师讲 老师你网路共修 可不可以不要叫人家讲那种 问的问题都是很奇怪的 然后问的很幼稚的问题 可是老师觉得说 他没有分谁问什么 只要你愿意问 老师都会愿意答 你看有这么慈悲的老师 老师就是这样子 你问那种很很奇怪的问题 老师都才会答 所以说你只要敢问 因为你的问题 也许是大家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我都觉得老师那个精神 跟我们比真的算什么 所以是不是要赶快度人 赶快拱腰 因为真的 一直视线这样子的一个彩虹 视线这样的金光点 就是天时紧急 不是在扶人的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在2018年过了 在重当的不安的一年 可是我们也平安过了 所以我们很感恩 因为大家这么热心 你看北中南现在的基因会 已经快100个 然后今年我们设定目标 是200个基因会 那希望其实你们都是一个 可以明智之心 像梦瑶 都是个明智之心 我们有没有立志 要赶快去度人 在自己的地方 拱腰 然后福泽灵力 这很重要 其实大家都是那个心 一直才会聚在一起 今天有来 我们真的是感恩自己 有那个心 我们一起学习 然后在感恩的当中 我们真的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我们把一切的一个荣耀跟殊荣 都归于导师 我们感恩导师 把这个法带来给我们 我们感恩天地 让导师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辛劳 我就觉得说我们更真的要很努力很努力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十二分钟了 然后今天我们唱三次的感恩式聚集 然后我们真的下一次希望大家再邀一个来 今天有二十几个人 然后你看我们加入邀一个来 希望我们大家真的 我们不要吝啬去邀约更多的人 来一起参加这个共争 今天大家应该都收货版了 有没有 有吗 有 有 大家真的要记住这份不是感动而已 要化为什么 实际的行动 要行动 不是口号说带人来带人来 然后明天下礼拜又一个人来 我们要化为实际的行动 我们感恩导师感恩天地 好我们唱三次的感恩式聚集 好感恩大家 大家 好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